大家好 想和各位分享一些有關ETF 以及股票或者基金比較的小知識 首先ETF就好像股票一樣 都是在交易所上買賣 所以投資ETF的話就只需要在交易時段裏面 就好像股票一樣 輸入交易的指示就可以即時知道是否買到ETF 比起傳統基金會方便很多 另外買賣ETF又好像股票一樣 都可能要給佣金或者科技型的券商給平台費 但有一點很清楚想讓大家知道 在香港交易ETF的話就不用付印花稅 即是無論是0.1%或者2021年8月 可能會再加到0.13的印花稅都是不需要付的 另外買賣ETF也不需要付一般的 傳統基金的一個叫應購費和屬回費 那麼就買個廣告 如果在廢納裡面去買入ETF 是15000元港幣 但是ETF是低很多的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例如是0.1%的管理費一年 我們就做一個重溫 首先如果做ETF的話就好像股票一樣 在上市的時候就可以買賣 另外管理費亦比傳統基金低很多 多謝各位 今天大家認識一個除了股票基金以外的 另外一個投資工具 就是我們的ETF交易所買賣基金 簡單來說交易所買賣基金 就是跟大家在股票交易一樣 在股票交易的時間段 可以在上市的交易所進行買賣的基金 比如說我們現在大家有在吹的2800 其實就是跟港股的交易是一樣的 並且它的交易費用 跟平常我們交易股票也無異 特別是在於ETF其實不需要印花稅 今年我們在討論可能港股的印花稅要提高 但是ETF特別情況下 它是不需要印花稅的 那同時情況下它還有的認購費 還有它的贖回費 其實屬於別於一般的我們的基金來說 它都是相對較低的 做個廣告先 我們在匯利買賣ETF 首先港股的話15000港幣以下 是零佣金零手續費 那管理費用來說 ETF很多時候它的管理費用 其實也是相對於普通的基金來說較低的 那如果留意到的話 我們的每股的ETF特別它的管理費 是比一般的管理費更要低 那最後總結一下 ETF就是高預所買賣的基金 它交易其實跟我們一般的股票交易無異 在正常的股票交易的時間就可以進行交易 它的交易費用 也跟大家交易的費用差不多 但特別是在於它不需要印花稅 它的贖回費 相關的認購手續費 也比一般的普通基金更要低一些 那如果大家在揮利交易ETF的話 我們15000港幣以下的話 是零佣金零手續費 如果交易美股的話 也是1500美金以下 零佣金零手續費 謝謝大家關注